这是一部11年前上映的电影 但他却成功预演了现在的疫情 里边有很多镜头啊 更是让人细思极恐 病毒的源头是一只吃了烂香蕉的蝙蝠 在路过猪场时 一头佩奇不小心误食了他的奥迪给 结果第二天 佩奇就被米其林餐厅选中 然而就在大厨处理食材时 客人却要求跟他一起合影 大厨只是简单擦了擦手 便跟女人握手合了影 病毒传到了女人这里 吃完饭后 女人来到赌场试试手气 一旁的小日本告诉他 吹口气 手气才会好 女人照做了 接着他又去吧台买了两杯酒 临走前手机却落在了桌上 幸亏一个乌克兰美女递给了他 随后女人喝完的酒杯被服务院拿走 病毒就这样开始悄悄传播了 第二天 女人已经出现了咳嗽的症状 但她却以为只是普通感冒 回到家后 女人还给了儿子一个亲戚的拥抱 可两天后 女人便开始神志不清 她倒在地上狂吐白沫 丈夫接客急忙把她送到医院 可经过抢救 女人还是不幸离世 而医生也不确定她的死因 就在杰克沉浸在丧妻之痛时 另一个噩耗又传来 儿子在家已经没了呼吸 与此同时 跟女人有过密接的人们也出现了症状 赌场服务员下班后感到浑身乏力 女儿催她去医院看看 结果在路上 因为神志不清 死于一场车祸 女儿想把她的骨灰带回老家 结果还没到达广州 就死在了大巴上 乌克兰美女在上班时感到凶闷 她把触碰过的文件夹扔到桌子上 随后打车回到酒店 可等人们发现时 她浑身长满了青斑 已经停止了呼吸 而那个日本人也难逃一劫 回到东京后 便死在了公交车上 仅仅几天的时间 世界各地就出现了大量的病例 人们开始陷入恐慌 这引起了世卫组织的重视 他们对杰克的妻子进行了尸检 发现这是一种新型超级病毒 它可以通过空气或者接触传播 而且传播的速度极快 感染人数正以几何倍数增长 这是一种比新冠还可怕的病毒 它传播的速度极快 短短几天时间 全美就有五座城市沦陷 科学家经过化验发现 这种病毒中 还有猪跟蝙蝠的基因序列 不仅传播途径广泛 而且致死率比马尔堡病毒还要高 更可怕的是 病毒还在不断变异 根据专家预测 在未来的72小时内 全球的感染人数将达到900万 当下最要紧的事情 就是研究出疫苗 但对于这个病毒 全球所有的顶级科学家都束手无策 然而一个老教授却违反规定 偷偷在自己实验室做起了实验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成功研究出了病原体 但想要培育出疫苗 至少还得几个月的时间 到那时 感染病毒的人数将非常庞大 听到这则消息 人们开始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中 然而这时 却有人动起了歪心思 一个网红在直播时说 自己也感染了病毒 但是在喝了一个名叫连翘的药物后 病情居然有所好转 这个消息一出 大量市民开始排队买连翘 但药店却说 今天只有50盒 人群立马开始骚动 有人更是砸破玻璃 疯狂抢连翘 但他们并不知道 这其实是网红火同制药公司 进行的一场骗局 随着疫情的蔓延 局势也越发失控 超市里天天都在上演0元购 想活命的 只能把自己隔离在家中 但却经常遭到别人入室抢劫 随着死亡人数的攀升 火葬场已经无法融下 部分感染者也只能就地火化 然而就在大家认为 末日即将到来时 实验室里却传来了好消息 疫苗在经过几百次活体检测后 终于在一只猴子体内 产生了抗体 一种新型致命病毒 正在肆虐全球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 全球就有5亿人被确诊 而且病毒经过变异 致死率已高达30% 从感染病毒到死亡 最快的不过两天时间 现在一分一秒 都能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生死 为了挽救更多人类 一个女博士决定 拿自己来做实验 他给自己注射了疫苗 然后来到了感染病毒的父亲面前 取消了护目镜跟口罩 亲吻了父亲的额头 他想以此来测试 疫苗是否有效 好在万象的是 疫苗成功了 很快 疫苗就进入了批量生产环节 但此时全球已经有上亿人被感染 谁先注射疫苗 成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为了公平起见 政府决定采用摇号的方法 来决定注射顺序 第一次摇出的号码是0310 这意味着 首批接种疫苗的人群 将是3月10号这天出生的 人们将被分成365匹 依次接种疫苗 接种完疫苗的 将会带上一个特定的手环 而那些还没接种疫苗的 只能在家隔离 终于在疫情爆发的第135天 城市归附了往日的生机 科研人员把病毒原体 永远的封存在了4级实验室 人类最终战胜了这场疫情 这是一部11年前上映的电影 里边有很多情节 真的是让人细思极恐啊 甚至有网友更是直呼 初看不知片中意 再看已是一中人